上期我们说到 这个扎卡维第一次呢 向这个监狱的医生 提出一个自己的要求来 他说我呀 我觉得我可能有那个高血糖了 因为我妈呀就有糖尿病 没准这可能是家族遗传 你能帮我检查一下 结果这个监狱的医生呢 Saba就说没问题呀 但是他没想到是什么呀 其实这是个很有问题的事 因为他这个检查呀 没法在这个监狱里边进行 这个家份监狱啊 那个环境卫生啊特别的差 这个老鼠呢也是窜来窜去 这个牢房呢也是很不干净 你想他是一个在沙漠里嘛 所以啊他要做这个抽血啊 什么的这些化验什么的 他这个感染的风险太大了 所以呢这个扎卡维呀 就只能够去那个 这个医生在那个村子里边的呢 他那个诊所去做这些检查去 这就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你必须得得到这个监狱的许可 而这么一个重刑犯 危险的这个囚犯 你离开家份监狱 那还估计得上边 还不光是这监狱那批了 上边也得批 所以啊这刚一跟这个监狱长说 这监狱长就不干了 说这不就是他万一跑了 怎么办呢 谁受得了啊 没人负这责任 如果你说这风声传出去了啊 他那些什么盟友啊什么的 在在路上给我们伏击了 怎么办呢 后来啊 还最终那个医生 真说服了这个监狱长 而且呢通过了上边的这个同意了 安排 说你说你 你看这么一个犯人 他又是脚镣又是手铐的 你们还在弄不了 那你还弄什么监狱啊 于是呢就也觉得啊 这个理由有点不人当 于是就安排说 行那就安排武装护送吧 就那天啊 这个Saba呢 就在这个诊所里等着 就看着啊 过来十来辆一个大车队 好家伙 那时候天哪 已经快黑了 这车队啊 大概得有几十个人 手持着那个冲锋枪 那警卫 Saba没见过 这么大的一个军事护卫队 刚开始啊 他还没想到会是这个扎卡维呢 他以为啊 是哪个皇室的人 临时决定要跑到这村子来拜访呢 结果没想到 从这个车队里边 一个面包车里边 就咚咚咚 走出来一个中年汉子 这就是那个扎卡维 这一 他一下车啊 完了那几十个那个持枪的警卫 再把他给围住 就这等于把他搁在中间啊 就跟一个团团似的 就这么拱着就 跑到这个私人诊所跟前去了 这扎卡维呢 这时候还是穿着球服 然后呢 手上呢 脚上啊 都有这个手铐和脚链 结果这个萨巴就说 你怎么着也得把这个手铐给取下来吧 我怎么抽啊 结果旁边的一个户兵就说 那可不行 这人太危险了 结果这医生也不干了 说你们这都来了五十个人了 你再看不少这么一个手铐脚链 都拿着的这么一个犯人 那你们就五百活了嘛 结果还真是把这个警卫给说服了 于是呢 这个手铐给摘下来了 然后呢 这个医生就开始先给他进行例行检查 他这一卷起这个 这个扎卡维的不是袖子吗 要那什么 这会儿扎卡维说 等一下 他呀 还是那种就是不愿意外人碰他的身体 哎 他自己开始卷 卷卷卷卷卷卷卷了到一个就是 哎 你可以这个那个地方 他再停下 说这行了吧 这时候呢 正好这一边抽着血啊 这医生就一直就终于问了个 他一直想知道的那个答案 就说你这个手臂上这个伤疤 怎么回事啊 因为他那个伤口一看就是啊 自己个儿缝的 扭扭巴巴的那皮都皱着 撅着什么的啊 结果后来他就问他了 结果啊 连他都没想到 那个答案是这样的 扎卡维说呢 嗨 就是一个纹身 一个塔兔 我呀 以前 闻过一个毛在这儿 医生愣了 这什么意思 他说呀 就是啊 那个 他不是以前啊 在那个街上 混混混嘛 这个小混混 老是觉得纹个纹身 觉得自己牛逼嘛 所以呢 他那时候16岁的时候 他那个纹了一个 这么一个纹身 后来呢 是不是又入了教了吗 这个 又加入了什么 圣战这个组织了 觉得呢 这个 伊斯兰呢 对这种的纹身是很反对的 所以他觉得呀 身上有这么一纹身呢 有点尴尬 于是呢 他就尝试着用各种方法呀 要把这个纹身给去掉 什么漂白剂呀 什么各种的 石灰呀 什么都使过 哎 结果呢 这皮肤啊 只是变了一种颜色 最后就成了一个那种 深 深紫色的那种 红黑的那种颜色 纹身 啥变化都没有 最后啊 有一天 他就在这个 亲戚 他不是已经入狱了吗 那亲戚来给他探访 他呢 就跟这亲戚说 你下次来啊 带把刀来 剃刀就行 结果这亲戚啊 就给他带了一把剃刀 这扎卡维啊 就跟他坐着这不聊天吗 那个估计那个 约旦他们那 没像咱们这似的 隔了那么老远 他就坐在那个 亲戚旁边了 然后啊 这亲戚啊 就直接在他这个纹身周围啊 画了一个椭圆线 你知道吗 就把这个纹身的这块皮 愣给拉下去了 拉下以后 你不是底下就是肉了吗 这亲戚啊 就直接拿着随身带的一个针线 就这么缝上的 这医生一边听啊 你知道那皮 那胃都快抽抽死了 太吓人了 就这么生逢啊 生拉呀 也没有什么消毒 也没有什么麻药什么的 可是啊 就是扎卡维他说这个话的时候 就跟那个平常说一样 顶多就是那意思 就跟碾了一个小臭臭什么那种的 那种感觉一样的 那么自然 这个让萨巴觉得 这个人太可怕 萨巴完成了以后 他的所有检查啊 没发现这个身体上有什么疾病 于是呢 这扎卡维就又回到了监牢了 在这个 送走了这扎卡维以后啊 医生啊 就坐在他那个诊所的小椅子上 两个眼睛就瞪着前面那些沙漠 觉得 所有的事情 跟刚才他见到的这个人 给他的震撼 都相形见出了 七十年前啊 有一支伊斯兰的军队 穿越了同样一条道路 骑着马和骆驼向北走 打算呢 以真主的名义 要消灭一个叫约旦的国家 这个自称为伊赫万的 这个或者说兄弟贝都因的 这个贝都因也很有名啊 这个部族 这帮人呢 这帮人呢 就是专门来这个被沙特训练的一个武装 就是要帮助他们打败他的政治对手 但是这个伊赫万的野心啊 绝对是超出了整个这个阿拉伯半岛的 这帮人应该算是一个很嗜血的这个狂热分子 他把就说关于所有的西方的这种文明啊 或者是你的做法呀 风俗啊 都视为是魔鬼的杰作 认为自己就是神来命令他们的 而且是神让他们去屠杀那些所有的跟外国人结盟啊 或者是偏离这个伊斯兰的这个我们原始的这个宗教的这些人的 我他的认为他们有这个进化这个地区的责任 再到了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吧 他们就以这个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从这个内地一直打打打打 到了现在的这个约旦和伊拉克 企图呢就推翻当时的政府 建立一个横跨整个中东的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国 或者说叫哈里发 这一路上啊 建着村庄就杀 建着村庄就砍 总之吧 就是一个活着的男性都不留 他们想干嘛呢 就是把这个过去西方现代性对这的污染的所有痕迹 都从这抹去 尽管说啊沙特那时候的君王呢 特别的想控制这帮人 你支持完了以后 对人突然发现啊 这帮人失控了你知道吗 嗯 这时候有一只大约1500人的伊赫瓣 就推进推进一直推到了约旦首都安曼里 差不多离安曼也就有10英里的地方了 然后就在这儿呢 正好就被这个英国的战机发现 然后就开始地面空中同时配合 机枪啊什么的啊 那时候已经有了 总算是在这儿把这帮人给拦在了这里 打死了大概100多人吧 剩下的那些人抓的抓 反正是抓着了啊 估计也都是判死刑了 至少到了那个50年代的时候 也就只有一小谷一小谷的这样的人啊 控制着一小块 这个沙特里边的那个地区了 这帮人呢 也是就是说呢 就是谁敢再到我这儿来 我全杀 后来呀 嗯 就突然一下 这帮人就不见踪迹了 消失了 嗯 但是呢 就是像他这种的啊 就是比较极端的 就是 原教旨主义的那种东西啊 应该说 还是没有消失 嗯 到了 20世纪末的时候 应该说 这股力量和这股趋势 就是又回来 嗯 从这个 海湾地区吧 就这一块啊 尤其是这个控制石油啊 这附近这些的 还有就是阿富汗啊 这些地方啊 总之 这帮人 把这一地区的这些国家的牢房 挤满了 差不多都是 这样的极端分子 在加福尔呢 你就更为题了 那都 简直就是集中的 这种精神啊 结果 在这个 你越集中 他越有一个凝聚力 结果就是 在这个加福尔监狱里边 你可以说 把一个领袖任务 就算是培养出来 扎卡维在这啊 大概被关了有十年 到了2009年的时候 他呀 这时候已进入中年了 应该说呀 那个时候怎么说呢 这约旦的这个法律啊 他也不是那么严格 很多呢 就是要么啊 就是随意的缩短 你的刑期 要么呢 就是你应该放了啊 他也不放 所以啊 你也说不好 他到底应该是 怎么着 他是随着这个 你的这个政局的变化 而改变着他的这个法律啊 或者是这个法律执行的 这个期限的 你比如说这个扎卡维吧 后来就是 预受了一个天赐的良机 他被放出来了 怎么回事呢 得说啊 就是 约旦这个侯赛英国王 突然不是去世了吗 在去世前两周 他呢 这个 其实好多人呢 就已经知道 他快不行了 就有好多的 这个 他把这个 这个什么 他的一个儿子 叫 叫什么来着 叫什么来着 阿卜杜拉 阿卜杜拉二世 把这个儿子 叫 叫到他身边来 这个阿卜杜拉啊 当时只有36岁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军队的指挥官 而且啊 他还觉得自己啊 特满意 你知道吗 开飞机 什么的啊 因为 本身阿卜杜拉不是法定的那个 叫什么 法定的这个继承者 他虽然是长子啊 但是那时候啊 阿拉伯 他们不是都是给兄弟吗 不是给自己的孩子的 可是呢 就是这个侯赛英 要不行的时候 他那时候啊 刚刚从美国呀 治疗了六个月 他不是淋巴 淋巴矮 回来了 回来以后就会发现啊 自己的癌症啊 又复发了 医生呢 也跟他说了 说你时间不多了 所以啊 在99年的1月22号 这个国王就把自己的长子阿卜杜拉叫过来 说你赶紧回来 我要见你 这个 这个阿卜杜拉就开着车 赶紧往回奔 往回奔呢 这时候看见他自己的老父亲呢 就一看已经骨瘦入柴了 那时候 侯赛英才63岁啊 皮肤呢 也因为是这个 后腹发了以后 你跟他黄胆啊 什么的都不行了啊 满脸 也是那个黄黄的 一点血色都没有 就特别像什么呀 那个 肖恩康纳利 哎 那个 那种的那个 以前那么帅的一老头啊 没了 就干巴巴的 那么一个就是 因为化疗啊 就成小老头了 这国王呢 就让助手说 你们都都走 把门给我关上 然后就指着说 我要让你当王储 这个 真的 一般来说啊 这个 三十多年来 一直一直 所有人 所有人 都以为 是 哈桑王子 因为这哈桑王子 一直是 这个国王的 那个弟弟 而且很有 成就的一个人 他一直是 王位的继承人 你看 像现在沙特 沙特也是 也是 给自个儿儿子 说啥 也不给兄弟了 过去是 兄弟兄弟兄弟 这么传的 阿拉伯国家 跟咱们不一样 因为他那时候 都是 家族 这么起来的 这个阿卜杜拉呀 这时候 看起来 还像一个 孩子呢 因为他呀 就是打成年了以后 他也没想过 自己啊 要到国王 整天呢 就冒险 喜欢干这干嘛嘛 一会儿开场课 一会儿就是 开飞机 总之 他对政治 或者是那种 宫廷的那种阴谋啊 一点兴趣都没有 他反而更喜欢 这种军队里边的那种 甘巴利流脆的这种 直线的这种方式的 现在他的这个老父亲啊 突然一下要把这王国交给他了 而且你想想 人家在那当王储 当了几十年了 突然一下你宣布说 你要当 你知道这个 你得有多危险 得有多少人 想杀了你啊 这可就跟过去完全是不一样了 结果这阿巴杜拉还说呢 那 我叔叔怎么办啊 这国王说了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我观察过他很久了 他不行 他这个人呢 太贪了 而且啊 就是 对这个国家也不忠 就总是啊 处理的全是那种小细节的事 他没有那种当君王的本质 而且啊 就说了 我在这众多的这个兄弟姐妹啊 还有包括他们的孩子里啊 我都观察 这十一个孩子里边 只有你 是对这个国王这个位置 最没有野心的一个了 结果你看看 就有点像啊 嗯 那时候说的那个雍正 表现的啊 不要 越不要的越给你 结果阿普德拉就这么着 就成了一个王储了 好 今天我们先讲到这儿吧 下期接着讲 大家下期见